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1年的1月5号,星期二 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的三大股子 曾经出现短线的一个盘中的调整 但是这种调整的时间非常短 在午后的时候呢,基本上再度步入强势 而且大盘今天创出了近半年 多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从这个2646点开始 那么我们看周K线呢,已经是最高点 收了一个,到今天为止 算是盘中收了一个中央线 光头的中央线,尽管还没有收盘 但是我认为周K线的形态也非常漂亮 关于周K线这个结构呢 我在前几周啊 每个周都跟大家讲过周K线 那今天呢,整体上三大股子 走势还是非常强 到了这个收盘的时候 我们看到都收出了中到大阳线 尤其今天呢,中小板子 再度收出大阳线 创出这个近期以来的一个新高 我们看一下啊,今天这个中小板子非常强 并没有受什么,受外盘的这个暴跌的影响 我们知道昨天晚上啊,这个外盘 尤其是美股啊,出现了幅度比较大的一个下跌 但是A股依旧我心我素 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啊 跟我之前呢,预判了 基本上啊,这个完全吻合 我跟大家讲,我说一旦突破了 大盘突破了这个中长期的一个中轨的压力位啊 这根线 突破这根线之后会加速啊 那么从短线来看也是非常强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短线呢 大盘可能会上探到这根粉红色的上行通道的上沿的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 可能会出现回踩 但是从今天盘中的表现来看 这样的一个回踩的这个时间呢 非常的短啊 尤其在上午的前一个小时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势啊 看样子啊 比较弱啊 尤其是这一段啊 这一段整个的上午啊 开始是低开啊 然后呢 盘中曾经两次站到平盘线上方 到11点20左右啊 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一度认为说 哎呦 大盘要开始调整了 但是没想啊 这个地方再度什么呢 再度急速上了 知道 下午整个的这个时间啊 直到收盘为止 都是创出了这个全天以来的新高 也就收盘点位是最高点 说明明天还是惯性上冲 那么我们看一下当前的这个 带盘的一个空间 空间啊 就是今天刚好打在上沿 那么说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上冲了 我认为毫无疑问啊 这个地方会突破 突破之后 看一下下方的成交量 最近四天连续发量 那么基本上 这个第一阶段的量堆 已经放出来了 那么出现量堆高位会出现短暂的修整 但是修整之后 我认为会加速上涨 我认为啊 大盘的这样的一个加速上涨的态势 会延续到本月底啊 延续到本月底 就是一月底 那么这个阶段 会持续上涨 而且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啊 这样的一个长期的 这么一个压力位 从2015年12月份到目前以来 向上突破之后 它会释放这样的一个 因为长时间受到压抑的啊 这样的一个情绪 那么股指呢 本身会急速上扬啊 那么昨天呢 我在这个盘中啊 在收盘的时候啊 给大家也讲啊 我说这个大盘呢 它会什么呢 会按照周线的一个节奏啊 接下来会向什么位置 上冲呢 就是上方的 这根绿色的轨道线啊 就是这根线啊 这个位置 那么到达这个位置啊 会加速到这个位置 我认为基本上在 一月底或者二月初左右 这个时间点 会达到3800点左右啊 这一点务必引起大家的重视啊 所以说我们面对当下的行情 千万不要踏空啊 那么当前呢 我跟大家也强调啊 我说这个 因为到年底了 我记得前一个阶段 跟大家讲啊 尤其到年底 春节前啊 不说年底了 就是已经过去了 那么四季报 那么四季报 也就是2020年四季报 这个预披露马上就出来了 那么随着这个股价 各股的股价的不断上涨 一定要关注 基本面方面的一个变化 从今天的 这个两次当中的下跌的情况来看啊 我们看了一下 好多股票呢 不是因为业绩 不如预期啊 就是因为说有诉讼啊 有法律诉讼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利空 而且这些股票 我们看到有一些呢 是在高位啊 有些高位回落的 那一种情况是说什么呢 阻力阶段性 获利出逃 业绩本身啊 并不是太靓丽 比如说全新好这支票啊 大家看看啊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在亏损 可能最新出来的一个消息呢 它又是啊 应该是说市场对它 第四季度啊 去年第四季度的这个预期 并不是太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的话啊 到今天为止连续四个跌停板 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们看到 因为它基本面 属于这个亏损 那么整个的这个 2020年全年 股价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表现 就是横盘 横盘震荡 直到最后呢 明了啊 这个年终出来了啊 这个 有其他的一些的比较坏的消息 那么在一方面 可能基本面是 基本上 牛亏还是无望的啊 接下来我们看到股价呢 陆续下行 所以这样的一个分化呢 不管是在 今后我们的这个 呃 是如何 呃 大的一波牛市当中 那么这样的一个 各个一个现象 应该还是比较普遍的啊 希望大家啊 别在牛市当中赔了钱啊 就是牛市当中 也很也有很多爆雷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说 未来几年啊 这个A股的大的方向 以上证指数为例 那的它的重心呢 是延续不断的上行的 那么在这个上行的过程当中 也会淘汰掉 很多业绩不会 呃 太靓丽的啊 业绩扭亏无望的 这样一些股票 一些垃圾股及擦股啊 呃 那么整个来讲啊 我们说 大盘指数的一个上行 关键还是由于 低估值难筹的一个带动 然后把这个大盘带起来的 那么在这个呃 现象之下 股指不断的上送当中 还有一大堆啊 这样表现基本面表现不太好的个股 陆陆续续会退市啊 尤其是退市机制新规啊 随后会出台 对吧 这样的一个大的政策前提下 我们在悬谷方面啊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找这些基本面 比较稳健的个股来做 呃 那在这几天呢 给大家讲过啊 就是一些板块啊 我们看到昨天 那给大家介绍了传播板块 那我们给看一下 今天的传播板块指数的一个表现啊 我们看一下是 还是比较稳健啊 我昨天呢 引用了一个这个指标啊 引用了一个指标 这是我自己 呃 呃 优化的一个指标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蓝色的这个 曲线 上传50克度的时候 是吧 这个地方就是加速 是吧 这个地方加速 之前是一个加速啊 呃 加速上行 那么这次免不了 还是一个加速向上 所以传播板块 还是值得大家关注 今天呢 从题材 板块当中 排名第一的是 猪肉板块啊 猪肉概念 那么这个猪肉概念指数啊 我给大家调出来看一下啊 就是 之前跟大家呀 也反复 讲过几回 关于猪肉板块的 一个布局的机会 呃 如果你长 呃 长期呢 听张老师的课 你会发现 其实张老师呢 之前呢 就跟大家在这个 这些位置啊 都提到过 猪肉板块 我说到了这个 元旦之后啊 尤其春节 这个阶段 呃 对于肉类食品的消费 到了一个旺季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这个 这个 尽管市场上的 这个猪肉啊 价格呢 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啊 也下跌 但是呢 实质上 它的这个 需求量 还是非常大的 呃 看了一下价格啊 现在的肉价 并不比去年同期 便宜多少啊 实际上 现在看的话 这个猪肉板块 我还是持续看好的 那么从最近 两个交易日 猪肉板块的一个 大的阳线啊 都是跳空高开的 大的阳线 可以看出啊 猪肉板块 后续的 惯性上冲的机会 还是比较大的啊 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猪肉板块呢 还是值得 呃 大家去关注的啊 延续的去关注这个板块啊 当然这里面有些个股 个股也不是太多了 30多家 那么今天看的话 五支个股涨停啊 呃 28 呃 一共是28支上涨 五支涨停啊 呃 下跌的 只有三家 只有三家 所以说这个板块 我认为 这样的一个机会 还是比较多的 希望大家呢 去去看一看啊 因为猪肉板块呢 不给大家列啊 就说 呃 基本上就是这些股票啊 大家可以啊 呃 接个评什么之类的啊 我们看看啊 这还是比较多的啊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 再讲一个板块 实际上翻开板块指数 我们发现呢 很多的 这个 概念指数啊 基本上都是高高在上 都是一个牛市的 这么一个上行的趋势 呃 那么有的朋友就问了 说老师到底啊 我现在这个板块怎么定位 呃 有没有说在地位的 我说地位的当然有了 现在啊 能源一块啊 呃 然后我们说有些科技板块 现在有的是调到位的 你像白酒奢侈品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还在延续当中 是吧 什么时候是顶呢 我觉得先看时间 关于时间啊 我在后几节课当中 会跟大家交流 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板块 叫大数据概念啊 大数据 大数据概念 我们说大数据实际上 是七大新基建之一啊 大数据板块指数 给大家调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这是大数据概念指数的 整体一个走势啊 那么从日线的 这个走势来看 实际上大数据从这个去年的 呃 去年的十月份啊 应该是二零一 二零一八年的十月份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他开始一路上行 实际上他走了一个什么呢 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上行通道 大家看到没有 呃 大数据概念指数 达到下沿的时候 就是一个急涨的起脏点 上沿预助调整回落 然后我们看到有几回啊 有两回是接近一下沿的位置 起脏的 那么最近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就是前几个假议日 大数据呢 又啊 这个概念指数又跌到了 下沿的这个位置 同时呢 超卖指标啊 严重超卖啊 不刚是说日线 超卖周线也超卖 所以这个地方啊 大数据概念指数 接下来呢 还是一个继续上行的一个走势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位置来看 实际上并不高啊 这属于刚刚起脏的位置 尽管说目前连续拉了几个阳线 呃 相信啊 他会有一个短线的 一到两天的回踩 然后大家呢 抓紧时间呢 在这个地方可以上车 啊 所以说 大数据里边呢 呃 一共是多少只股票呢 一共是200多家啊 当然今天呢 有一家涨停的 70家上涨的啊 这里面 选股呢 需要你花费一点精力啊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方向 但是呢 呃 你要看他的主营业务啊 主营业务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以 呃 大数据处理啊 大数据存储 为主要业务的 这样一些公司 同时呢 呃 他的市营率一定为正值啊 正值啊 不要为负啊 然后财务数据呢 营收啊 同比是增长的 按照季报 年报看啊 要这样一些股票 然后 类似于板块指数 这样一种形态的个股 可以啊 粉底可以关注 好了 今天的一个交流啊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祝大家投资顺利 这个方法 咱们 好